大家好我是老爹 各位觀眾知道最近麥當勞有跟七龍珠聯名合作嗎? 好啦其實這個消息已經有點晚了啦 這個前陣子麥當勞有跟七龍珠Z做一個聯名 退出收藏卡牌 現在什麼東西都要做卡牌 那老實講雖然我自己看卡圖 覺得那個卡值好像沒有很好 但我當時聽到還蠻興奮的 因為又有卡片可以收藏 就是我那麼喜歡收藏卡片的人 又有卡片可以收藏了 老爹當時就去買了 那只買到五包啦 那因為一直沒有時間做開箱 那今天總算要來開箱給各位看 當時買了五包啦 我想說反正買五包嘛 那就先開啊 如果沒有湊齊的話就再去買 結果我買完隔天就沒了 都買不到了 已經銷售一空了 那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它其實卡片一共有18款不一樣的卡片 那SSR卡呢一共有五張 那我買了五包我想說 可能最少應該會有幾張SSR吧 就希望至少SSR可以湊齊五張啦 就這五包裡面湊齊五張 感覺不太可能喔 但也沒關係啦 就是如果沒開到的東西 或者有重複的 再盡量去跟人家換嘛 大不了就是網路上買嘛 不然怎麼辦 想湊整套可能也只能網路上買啊 對不對 好那就不管啦 我們今天就來看這個 麥當勞聯名七龍珠自己的卡包啊 如果之後老天真的有一天 把它全部18張收集齊了啦 我一定要買那個 麥當勞那個卡本啊 買回來把它們全部套在一起 其實挺帥的喔 但是我覺得湊齊的機率可能蠻低的喔 我覺得自己覺得湊齊機率蠻低的 沒關係就試試看嘛 還沒有開沒有人知道 而且其實好像大陸那邊 也是有七龍珠的卡片活動 但是是肯德基 哇現在肯德基麥當勞都找七龍珠啊 七龍珠元年是不是啊 好啦但是台灣目前沒有啦 所以如果未來台灣的肯德基也有七龍珠的聯名商品的話 老天也會去買啦好不好 那總之我們今天就先來開 麥當勞的七龍珠自己卡包好不好 一共五包我們就簡單的開一下 順便看一下這個卡值好不好 好五包的量 我們就一包一包開 大家可以發現其實它卡包蠻厚的 因為它其實張數蠻多的啦 所以其實整個都夾在一起 讓我感覺很像在開國際版的寶可夢卡包 國際版寶可夢卡包也是這樣子 因為張數太多了 所以這種卡包你就要非常小心撿 因為會非常容易撿到貨品 這個一定要很小心的去撿 喔我發現它卡片是真的很厚欸 喔那還不錯欸 SSR悟空 欸它卡片好厚喔 欸那我誤會它了 我開始覺得這個卡片的質感很差 沒有欸它卡片好厚喔 那這樣確實有它的收藏價值在 這卡片不喜歡很厚啊 我們開到第一張SSR就是我們的 超級嚇人悟空 SSR01 漂亮啦 開到SSR 然後一張SR的達爾 Vegeta SR達爾 然後剩下的就是阿卡 蟹王跟特南克斯 特南克斯怎麼會是阿卡 還說要超級嚇人的特南克斯 才會是SR或是SSR對不對 兩張阿卡 大家可以發現左上角都有賣賣賣賣幫 好第一包 目前我們是一包四張嘛 那目前我們開到第一包就出SSR了 好曬喔 希望真的每一包都有SSR 然後還不重複有沒有 我們還還不重複 不重複 那真的是直接起飛 唉唷來了 霧天 喔 SSR的貝吉特 哇厲害啦 欸好曬喔 欸我這樣子兩包就兩張SSR欸 它其實它沒有保底 你知道嗎 它沒有保底每一包一定有欸 所以我真的好曬喔 然後開到SR 所以特南克斯應該就是確定是 SR了啦 就是超級賽亞人 欸賽亞超人欸 我最喜歡霧飯的賽亞超人角色 好喜歡喔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三卡啊 你知道你開到普卡你就會想要三卡 R卡這些就是 等一下所謂的素材卡片 好再來 剩下三包啦 我們開得非常快 因為卡包很少 我當初應該買十包的 但是這個是沒有很便宜 我覺得其實沒有很便宜 有點貴 喔重複的來了 達爾 又一張SSR 霧飯很漂亮啦 我的名角 哇 目前兩張SR 然後SSR霧飯很漂亮啦 它只有五張SSR 然後又不是每一包都有SSR 我這樣子其實運氣是超級好吧 而且 我目前重複的卡只有一張欸 哇 那我們是不是快湊齊啦 還差兩張SSR 拜託欸 真七點啦 真七點這次直接來了吧 欸又有又有又有 悟空 啊可惜了 重複的 那就兩張悟空SSR了 那看來我們今天想要湊齊是不太可能喔 魔人浦屋SR 奇怪 不是說不一定每一包都有SSR嗎 我是特別賽嗎 還說其實每一包都有SSR 我記得 我聽其他的網友說 不是每一包都有SSR啊 不管了不管了 反正現在也買不到了嘛 無叢求證了 特南克斯開到了SSR 欸真的每一包都有欸 浦屋 漂亮欸 那我們差哪一張啊 差二 應該是達爾 然後特南克斯 特南克斯在這裡 然後重複的 哇 那我們這樣差幾號啊 18張卡片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排列起來 我們看有沒有差幾號 那其實 我買五包差不多都湊齊了嘛 好像沒有很難欸 17號啦 沒有17號 然後12號在這裡 12 然後 6 8 9 7 7在這裡 6 7 8 9 17號在這裡 好 沒有10號 11在這裡 對我沒有10號 然後 1 3 4 5 好那我們來算一下 1號 2號 3 4 5 10 少2號跟10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欸 差兩張而已欸 欸 我開五包差兩張欸 欸我是不是超賽啊 我覺得我真的超賽 真的跟賽亞人一樣賽 哇 那還有一包啦 其實還有一包 驚喜包啦 這包是我哥的 我哥已經先去買了 然後 然後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 哇 剛好是2號 喔 怎麼那麼賽 哇 怎麼那麼賽 這一包是我哥買的啦 他剛好多一包給我 欸怎麼那麼賽 剛好2號 我SSR湊滿了欸 然後 少10號 我想少10號我就滿了欸 我就騎了欸 哇 有沒有人要換啊 來啦 9號換10號好不好 一樣1號跟你換10號我也OK啦 好不好 湊騎了欸 還滿簡單的嘛 對不對 好賽喔 真的好賽喔 欸我覺得有點可惜欸 為什麼 達爾沒有SSR啊 是不是貶低啊 哇 達爾應該要SSR吧 這個排列組合錯了吧 怎麼可以霧天克斯又有SSR 達爾沒有SSR 達爾有SSR的強度吧 霧伴有SSR的強度我知道啦 達爾怎麼會沒有SSR的強度 這個錯了吧 我覺得這個錯了 我覺得這個有點排擠達爾 我如果是達爾的話 我不排除提告 這可以告下去了吧 達爾的強度怎麼可能沒有SSR 開什麼玩笑 而且還是魔人達爾欸 對不對 你應該要出一個正常版達爾 然後是SSR才對啊 那你貝吉特應該要是1號 貝吉特的整體強度一定是最猛的 貝吉特一定是1號強度的 好啦 可能數字不是算強度啦 但是達爾絕對有2號的實力吧 達爾絕對可以當2號吧 怎麼會是9號 我覺得這個 我替達爾感到不公平 1 2 3 4 5 6 很明顯就是沒有達爾 你知道嗎 也不是說他沒有同數字 然後不同卡 沒有這種事情 很明顯就是達爾不是SSR 這我覺得有點不公平啊 我對達爾感到不公 如果我是達爾的話 我不排出提告 但沒關係 我覺得這次的 這個賣當勞的合作 七龍珠 Z卡包做的還蠻有誠意的 而且它是有質感 質感很好 他們應該也沒想到 台灣喜歡七龍珠的人那麼多吧 就是開賣不到幾天 不到一個禮拜就賣光了 而且現在這個蝦皮露天 可能一些拍片網站 都是兩三倍在炒 你知道嗎 還好 我的SSR卡已經湊齊 SS卡湊齊了 一切都好說 接下來我只要去買一張 10號的SR卡就好了 漂亮啦 那接下來老弟也會去用一個卡本 好不好 把他們全部收藏起來 我覺得這個還蠻值得爭場的 真的 很難得的這個麥當勞 會想到跟七龍珠聯名 真的很難得耶 怎麼想都不會覺得他們會聯名吧 這個特別的組合 既然聯名 那我也不會放過他好不好 我一定會把它湊齊 那我去買一本卡本 還蠻賽的耶 五包就這樣子 好啦各位觀眾 那麼你花了幾包才湊齊你的整組18張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好不好 我自己覺得 可能真的每包都有SSR啦 但是奇怪我聽人家講 就不是每包都有SSR 難道真的是我超賽嗎 好啦或許真的每包都有SSR啦 但是我光五包 就可以湊齊四張 我真的覺得我也算是個賽郎 好不好 超級賽郎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回到我們的專頁 留言或訂閱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分享 各位麥當勞七龍珠卡包開得怎麼樣呢 老爹五包算是湊齊整套了 還蠻開心的齁 也都歡迎留言告訴我你開得怎麼樣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